保齡茶室食品中毒案 截至到今天上午10点新增了4例 累计25例 那么当中1例没有点炒果条 微服务在昨天公布了最新的裁剪结果 病况比较严重的8例个案当中 都验出了米绍菌酸 但是在保齡茶室的果条 香兰叶还有再来米粉的食材 检验都是阴性的 毒物专家杨振昌分析说 产生出米绍菌酸的糖昌胡伯克氏菌 生长条件是非常的严苛 必须在设施22度到33度之间 酸减值在6.5到8之间 而且环境中的盐分不超过2% 到经过了1到2天之后 才有机会产生毒素 因此在台湾非常的罕见 台湾出现疑似首起米绍菌酸 食品中毒事件 通貌人数再增4例轻症 但特别的是 其中一人每点炒果条 点了卡里仁当及冰奶茶 却同样出现腹泻 恶心等症状就医 有专家分析 产生米绍菌酸的糖昌胡伯克氏菌 本来就处在环境中 但要生成毒素条件其实相当严苛 必须处于温度约摄氏22度到33度 时间长达1到2天 PH值约6.5到8 也就是在偏中性环境中 而盐分必须在2%以下 才会产生足够毒素 反正你酸性的食物 比如说你加了一堆鳳梨好了 假设 或者加了一些醋 一大堆醋 这种酸性食物基本上都没办法出货 我们平常的家庭的食物 可能盐分都在2%以上 专家分析必须天食加上地利 米酵菌酸毒素才会致命 因此在台湾相当罕见 而保龄茶市食品中毒案件 卫福部29号公布 疾管署检验结果 目前病况较严重的8例 都验出米酵菌酸阳性 但保龄茶市三种食材 果条 香兰叶 米粉 及上游果条供应商的果条 米酵菌酸检验都是阴性 为何人体和食材检验结果完全不同 专家推测可能原因 第一个当然食材也许已经被卖完了 或者是被丢弃了 可以做的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看能不能采到这个菌 但是这个我的理解是它需要时间 对这些检体再继续做检验之外 那我们也会尽快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 卫福部依旧认为果条相当可疑 剩下的32个检体 调味粉 酱油等将继续检验 但究竟食材是制作 还是保存过程中遭到米酵菌酸毒素污染 相关单位加紧脚步厘清 接下来台北综合报道